长斑 面色晦暗 身上莫名疼痛 您是否也有这样的困扰 出现了很大的一块黑黑的斑块 中医大家王琪推荐养生食材经典名方 三拉举例是一个降薯品的好的食物 更有经典学位来帮忙 温热刺激它 它就会行血脱血 为体质量身定制养生名方 健康之路 敬请收看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 健康之路 医生天天来帮助 现在我们知道了 在人群当中我们组织是被分为了九种 那么在前两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给大家说的是阳虚体质和阴虚体质 就是这两种体质 对 我们看到阳虚体质 它的特点在这里 怕冷 阴虚体质它的特点是什么 缺水 它特别爱热是吧 对 阴虚有热 那我们在请到的这些嘉宾当中啊 还会有哪种体质呢 那您又是属于哪一种呢 今天呢我们还是请到了体质学说的创始人 北京中医药大学的王岐教授 王岐著名中医学家 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 体质学说创始人 创造性的将国人体质分为九种 为中医做出开创性的贡献 目前王岐教授的中医体质变识 已被纳入国家公共卫生体系 并在全国进行推广 欢迎您王教授 您看前两天我们学到了 就是九种体质当中呢 有阳虚体质还有阴虚体质 这刚好是相反的两种体质 那今天您将告诉我们什么呢 血淤体质 血淤体质 那您见过最典型的那个 特别严重的血淤体质的人是什么样的 有一天有一个人来看病 就是春的组网宝器 就是很富泰 庸庸雅雅的一个女性 大概是多绪吧 来的时候呢 她戴墓镜 就是而且这个墓镜很宽 因为看病你不能戴墓镜嘛 他就把这个墓镜拿掉了以后呢 就是你看就是这个眼睛这一块呢 包括眼睛矿几下 就出现了很大的一块黑黑的板块 这么大块板 这么大块板 看这个板块 因为这个板块弄得它很苦劳 因为它是个女老板嘛 是女老板 对对对 做生意的 做生意的 她经营了一个很大的气艺 气艺经营的也很不错 但是由于她有这块板呢 就弄得它很烦 弄得它很烦 她也跟人家去敲 商业物敲谈 这一块大板弄得这样 她就 老戴墓镜跟人谈生意 那也不好 确实挺影响美观的 而且女性其实最在意的就是这张脸了 脸上长这么大块板 面子问题 所以挺不好意思出门的了 能理解 那可能大家也想了解 那我们的体质到底是不是血淤体质呢 那接下来王教授呢 会带领着我们做一个测试 提供说皮肤会不知不觉当中 出现亲子的淤斑吗 就是咱老百姓说 身上总是轻一块紫一块的 轻在紫一块的 你看过这种人吗 我自己就是 我小的时候他们总说 你家长是不是总打你 我说没有 但是你身上怎么总是 轻一块紫一块的 我说我也不知道在哪 磕了碰了的呀 没觉得疼 然后就会看到有亲子 她当时呢 她当时就是毛细血管的皮下吃血了 第二种呢 就是我刚才说的 你两全部有红 有细微的红丝吗 两全部有细微红丝吗 大家可以观察一下 对对对 第三个 你身体上有哪些有疼痛吗 你身体上哪些地方有疼痛吗 这个也是吗 这个疼痛呢 这个疼痛呢 中医里讲的就是说 叫血淤的人也固定不移其处 固定不移其处 就是总是一个地儿疼 别的地儿不疼 对对对对 往往这种疼痛是不是刺痛的感觉 刺痛 刺痛的感觉 刺痛的感觉 她一定能拼头痛 她有这个血液 虚观神经性疼痛 像女性的痛经 她这个痛经痛起来不得了 痛经也可能是血液 对呀 她有一个它虚快 比如她已经要来的时候 她下不来 这个时候就疼得要命 疼得不能上班的时候 有的有的能够 我说她痛得要休克 一般的重度的要吃一片两片 止疼片 所以中医有一句话叫痛着不痛 痛着不痛 对这个咱们老百姓听的挺多的 就是同样的这个道理 是一般 毁样就是还有一个问题 我们刚才说的是班的吧 对 比如说有一些人走到你命运的时候 你看她发呜 发青 好像没洗干净 举行的人也发紫 那种一瞅 就是这个血液体转 你要是咬它把尸体翘起来一看 这个尸下静脉 你看你尸下静脉就很好 很好的 要细 是一个比较正常的 像尸下静脉伸出来特别的污脂 举行也不明 你看那个暗的颜色就是灰暗 就像我就说了乌云笼罩 就是那种 灰色的面容 这是第四条 你面色灰暗或者是容易出现鹤斑吗 容易黑暗圈 黑暗圈 经常有人不需要叫黑暗圈 但是有一种是血液体的 它这个黑暗圈很严重 我就问一些女的人来看病 我说你化妆了吗 因为你们现在女性是不是喜欢弄性 什么叫烟熏妆 我不懂 她说没有 她说我根本就没有化 她说我丑死了 你呢像个熊毛眼一样 是像熊毛眼 对熊毛眼 那这个就是不化妆 或者是睡好觉的时候也会有 对 她这个地方容易淤血 就是你容易有黑暗圈吗 第五条 对 容易忘事 叫丢三纳四的 血液体能经常有这种情况 就是说你刚刚给她一个东西 她能忘了 我们的病房 过去过我们病房 那是个有一些肝硬化的病人 当然我们现在说的不是病人 比如说你给她一个药 给她一个药柜子 不是一个床头柜吗 她冲了个鞋 待会她下场那时候 她鞋就不知道是这一头 还是这一头 你浪漫吃药的 她把它忘了 上一段没吃 下一段也给忘了 血淤的情况 如果出现在头部 人的神智工程这个部位 我们就容易引起健忘的情况 那就供血不足是那意思吗 对 好 咱们再往下看 还有哪条 你可行颜色偏暗吗 这条我刚才已经说过了 好 所以让你的这个举行 污滋污滋的 那这七条当中符合几条 就有可能会是血淤体质呢 四条 四条以上 那跟完王教授做完这个测试之后 相信电视机前的您 对于自己是不是 血淤体质的判断 已经出了一个标准了 那咱们今天呢 也要把这个血淤体质的牌 先你来看看 对 贴到我们的嘉宾身上 那看看到底哪个嘉宾是血淤体质 它是什么特征呢 来 好 其实我觉得现在应该是 对你来讲越来越容易了 我觉得越来越难了 没有 已经少了两个吧 只剩下七个了 但是他们俩特征很明显呀 好 那你看他这个 你要说长班的话 这 哦 看得出来 这个 这个算是长班吧 就挑他吧 看着这个好像是最像 而且是女性 嗯 那我们就当上是长班吧 好 那就是他了 嗯 好 那咱们把这个 我们给王老师看一下 根据王琪老师的介绍 我们了解到 血淤体质的主要表现是 长班 夜色晦暗 身上有固定位置的疼痛 黑眼圈很严重 还容易忘事 您是否也有这些表现呢 这些症状 都是由于人体的 气血运行不畅 淤质而成 那么 怎样才能够活血化淤呢 接下来 王琪教授 将为我们推荐 简单一行的实疗方法 和经典药方 精彩 不容错过 那我们要更要替这个 像王小姐这样 血淤体质的人 想想办法了 咱们先说说食物吧 什么样的食物 能够调整血淤体质呢 我给你删开一个面纱看看 这个是什么 这本山楂片 对呀 你认识的 对吧 山楂片 山楂一般的人 都把它找为一个消失的东西来看 对 是吧 不大来看的 它是一个血液的 对 其实 山楂在中医里面 它治疗 心血滚病 痛症 以及这个 有虚欲引起的 一些痛症 经常要用山楂的 哦 所以这个山楂呢 它是一个活血的药 它不是产后痛 叫耳疹痛 它也用这个山楂 是吃山楂 还是拿山楂做什么东西呢 山楂可以这么吃 就是 山楂可以把它泡水喝 泡水 泡水 就是把它洗进来以后 有的人就用水滴 把它用温水 它就泡 每天喝一些 这个山楂水 山楂水 或者是你如果没有血糖的温度 你也可以适当地加一点糖 因为它比较酸 对 所以你胃酸的人呢 就是不适合吃山楂 但是如果你没有胃酸过多的人 这个吃山楂 对你这个改善肠道的这个 还有消质 还能减血脂 血脂也是引起血液的一个原因 山楂绝对是一个减血脂的一个好的食物 真没想到这个小小的红果 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功效 山楂就是说 我还记得如果驴童子要米溶的话 你可以把山楂的量减少一点 可以适当地加一些玫瑰花 玫瑰花知道吧 玫瑰花瓣 有香 它也能有一种 它有户须化鱼的作用 它还有米溶的作用 对 这个玫瑰花是个特别好的 有酥干的 鱼气的作用 而且有活血的去瘀的作用 我们在腰间里买到的是干的 叫花菇顿 对 然后我们可以这个 再建议大家 可以在这个月经之前 就经前一周左右 我们开始用山楂和玫瑰花来泡水喝 因为咱们刚才王老讲到是血瘀的体质 就算你不是血瘀的体质 但是到了这个月经的 要来月经的这时候 你的血就充盈在子宫之内 包宫之内 这种状态下 本身就是一个淤血的一个状况 所以这时候你不要把它排出 这个时候就增加一点活血 里气的作用 排阴血的能力就变强了 月经就更通畅 就山楂还可以跟其他的一些火血和美容的东西搭配在一起 对 就提到的玫瑰花是最好的一种搭配 那推荐完这一个食物之后 对于像王女士这样 已经出现血瘀体质的朋友 咱们有什么样的菜 好吃的菜能够推荐给他们 其实在云南那个地方 好在有些地方经常有一种菜叫做甜漆 甜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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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把一个鸡 用一个三漆块放到里面 微 微得很烂 然后这个三漆就微熟了 我们一般吃的就是三漆粉 但是三漆粉的量就小 我们现在要定点卖的就是 一般就是三克一支 一提大概吃一支 然后一个正常的 如果找一个养生的方法 不是治疗的东西 你自多是一提一提三克就够了 一丁五克到三克之间就够了 如果你要是做菜吃 那就是把那个三漆块 不要打碎了 就跟鸡一起炖 炖到一定的时候它就炖开了 这个时候它有化人的作用 但是它还有一种三漆 生三漆它还有一点补育的作用 就是补通精湿的这么一种东西 假如尤其是它跟鸡在一起炖 所以它这个不而不利 甜漆和三漆是一回事 是是是是 是一回事 那要是特别严重的 像您刚才说到那个病人 半边脸都长了这个大方块的话 咱们有什么样的中程药 经典的名方可以推荐给他们 我们有一个很经典的方 叫《学府煮鱼汤》 这个《学府煮鱼汤》 你看它里头有桃红四五汤 就是你看 这个不是四个药吗 《当鸡春胸》 《生地手药》 加上《桃红花》 不叫桃红四五汤吗 再加上《彩虎》 《指鞘》 《肌骨》 《肝草》 《流气》 那么《学府煮鱼汤》 就有一个行气 活血 这样一个理气止痛 化瘀 这样一个作用 我碰到一个例子 我有一个朋友 叫她的夫人 因为当时两个人一直怀不上孕 怀不上孩子 后来这个女性 她的体质特点就是一个血淤的体质 因为以前做过几次人流的手术 淤血排不净 脸上有明显的色斑 对 而且在经期的时候 腹部的疼痛、痛经、刺痛感 特别明显 甚至在飞越经期 肚子也经常会有疼痛 所以后来有一位大夫 就开了一剂药 就是《学府煮鱼汤》 现在《学府煮鱼汤》有口服叶 口服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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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们监主的 然后她就连续服了一段时间 经过一段调养之后 斑减轻了 腹痛减轻了 而且受孕了 哎呦 那这个效果好明显呀 对 它是淤血引起的不韵 这叫去淤生心 中医有一句话叫去淤生心 而鱼就去掉了 新的就生出来 哎呦 针对血鱼体质的朋友 王岐老师推荐了常见的食材 山楂 山楂活血化鱼 血鱼的人可以经常用来泡水喝 田漆乌鸡汤是一道活血化鱼的家常菜 材料简单 做法简便 而对于血鱼比较严重的朋友 王岐老师推荐了经典民方血腐竹鱼汤 长期服用能有效调整血鱼体质 接下来王岐老师还将推荐血腐竹鱼汤中的一味名贵中药 陈凯博士也将介绍简便易学的血味按摩方法 不要走开 精彩继续 我们都知道红花好像是一味特别名贵的重要 它在血腐竹鱼汤的方子当中是排在了首位 那是说明它非常重要吗 红花很重要 我给大家看一个红花 世界上最好的红花是伊朗 你先我问看 这个味道还是挺像的 挺冲的这个味道 而且很细 可以 我能拿出来一丝吗 用手 你可以 咱们看 它一丝就这么细一点点 跟我那个睫毛差不多是一边细的 是的 看清楚了吗 这个呢 这是伊朗的 古诗歌叫布斯国 这是最好的战皇画 场面那个地方 我听说历史上有好多特别漂亮的女性都挺喜欢这个东西的 你知道那个五十天吗 当然了 五十天 五十天 一直是到了老大的时候 还是 他的永远还是荣邦混法 他就是有一个六朝的一个御医 鱼叫做易法善这个人 他就给他提供了一个养生的方法 就要他明天吃一点这个藏红花 他然后就明天去用一个藏红花来泡水喝 泡水 对 就拿那个温白水泡啊 对 可以拿温白水泡 他每天都喝 所以他一直去用了四十多年 哇 所以到了就是 所以五十天出来的时候 都看到那种烛光宝气的那种样子 特别的年轻 我后来我查了本草纲目 本草纲目上就这么说了 他就说 旅人祖言 祖就是是你这个常住的这个地方 所以要是有斑块的呀 或者是有些虚余的人 适当地吃一天这个 有条件的话还是可以的 我随便拿一点 这些能够吗 就是一个十根八根就行了 这都多了是吧 多了多了 对不起我再给您放回去 这些就够了 就可以了就可以了 一天呢 这点藏红花泡水就可以了 这一天你就喝不完 他就老是有颜色分出来 是吗 是的 那么在生活当中咱们还可以从人体上找到 能够驱除血瘀的穴位吗 当然了 我们买这个 脏红花很贵 因为王老师 对好的脏红花我们也不知道 那我们身体当中有没有 有没有脏红花 我们汤里的 和脏红花里的都有 我们找一找 其实在我们身体当中有这样的一个穴位 在我们的小腿 这个膝关节的内上方 在这个位置 这个穴的名字叫做血海 血海 对 你看这个名字就是去活血的 是血汇聚的海 那肯定特别充沛的血液是吧 所以如果是想让那个血不凝滞 流动起来 那我们就要给这个血海这个穴位一个温序的作用 温热刺激它 它就会行血活血 再说一下膝盖哪个位置 你看我们找到这个膝关节 这个位置 膝关节的内上方 就是这是内侧 这是上 上人的边缘 在你的膝盖的内上方 然后向上 大概要两指宽 就是我们一蹦大腿的时候 大腿这个骨丝头肌一收缩的时候 这个肌肉有一个隆起的高点 就在这个肌肉隆起的高点上 这还挺好找的 对 内上的高点肌肉那个位置 对 就温热的方式就可以了 温热的方法很简单 比如说 我这个位置是血海穴 隆起的肌肉 打比方说 打比方 那我的用掌心 对这个血液起到一个温序的作用 擦热它 对 擦的时候请你想 又喝了两只脏红花 在我们身体当中可以找到非常珍贵的这个药材 对 好 王奇老师为大家介绍了活血养颜的名贵中药 红花 连武则天都用它来养颜 您也赶紧试试吧 陈凯博士 则为血穴体质的朋友 推荐了经典学位 血海穴 血海穴 位于膝关节的内上方 经常用湿热的掌心搓揉 就能够改善您的血穴体质了 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血穴体质 像王女士这样经常爱长班的朋友 什么样的特点 以及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调整 那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 我们将会为您介绍另外一种体质 那么广告就是精彩的节目导师 期待您 欢迎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